有些瓜,要把在一起吃,才有味道,350多家媒体为公总统,自上任以来,特朗普与美国媒体的互对,持续了一轮又一轮,政治集会上,指责媒体,威胁且病态,发布会上,把CNN的记者轰出会场,在数十家媒体面前,说75%的媒体都在宣扬假新闻。 然而,美国媒体也不是什么闪查,独裁,和艳星的飞门,通俄门,美国媒体在把特朗普丑闻这件事上,可谓是兢兢业业,虽然特朗普对人很有一套,但是双全然敌四手,他对人的功夫得高,同时面对几十家媒体也累得不行,不行就挑几家媒体放个大招吧,收拾了带头的,后面的小罗罗自然就散了。 特朗普把人民的敌人,这顶,大帽子扣在了CNN,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头上。 在特朗普连续不断的炮轰之下,美国新闻界终于忍不住了。 波士多环球报带头发起了一场捍卫新闻自由的运动,一时间350多家媒体响应号召,极其把笔杆子对准了特朗普。 既然是围攻总统,没有点杀招怎么行呢?作为民主世界的灯塔,资本主义大本领美国,哪里还有比自由更好的武器呢? 我是对环球报传Winter,对新闻自由的肮脏战争必须结束。 该报随后开始与各大报纸的委员会联系,提出要对特朗普的言论,进行联合回应。 300家报纸在同一个时间,与同一个主题,对一个人,即使被对的那个人是总统,也够他合一胡了。 8月16号,美国各大报纸的显眼位置变成了这样。 纽约时报,卧士顿邮报,巴尔蒂摸太阳报。 中美贸易战已经让特朗普交头烂额浪,其后又对上了伊朗和土耳其,现在又摊上300多只翁翁翘的苍蝇。 换个心里脆弱的人,估计跳楼的心都有了。 然而,更早心的事还在后头呢? 75名前情报官员连署反对特朗普。 15日特朗普把前中警局投资波罗南的安全许可给撤了。 美国前情报官员,门瞬间炸了窝。 8月16日,15名前情报高官先后发表联合,谴责特朗普扼杀言论自由。 8月17日,60名前中警局官员也连署公开信,反对特朗普的行为。 美国的情报机构是些什么人呢? 随便拖是几号人出去,就可以在非洲和中南美洲捣乱一个国家。 这一次,居然有75名前情报人员,跳出来反对特朗普,其中不乏美国政坛昔日的大佬。 例如,前中情局局长及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,前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·布莱尔和前中情局副局长伯特卡兰德。 至于前分析员,部门主任,高级情报人员这种中低层官员就更多了。 这个瓜要吃得香,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件事,一是安全许可是什么,二是特朗普为何要拿前CRA局长开刀。 首先,安全许可是对那些需要访问机密信息的个人的,有了这个许可,你就能掌握普通人掌握不了的信息,甚至包括总统都没注意的自身黑料。 其次,布鲁南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领导中情局近四年,也是通俄门调查关键人物之一,此前,还公开的批评过特朗普。 再说直白一点,这个前CIA头子,曾经挖过特朗普的黑料,而他挖黑料这个事情,岂有可能还在继续。 在布鲁南被特朗普取消安全许可,其他被考虑取消安全许可,的前国家情报高级官员还包括,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普,前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,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·莱斯,前FBI副局长安德鲁迈泰布等。 一下子取消这么多人的安全许可,特朗普究竟在怕什么?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及国防部长罗宝特盖茨,挖的人多了,自然就有了黑料,政党先的鸣枪案件。 美国各党派的后台都是各路资本,媒体的后台更是资本,在大选的时候,八成以上的媒体都支持了希拉里。 这场总统与媒体的混战,表面上是特朗普在对媒体,实际上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博弈。 如果媒体的文公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名枪,那么七十五名前情报官员的联名反对,就是暗戒了。 媒体不好对付,情报官员也不好对付,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更不好对付了。 1972年美国民主党所在的水门大厦中,有人潜入暗装窃听器被抓获,共和党的尼克松成为嫌疑人。 但是尼克松甩锅很及时,将锅刷给了古巴间谍。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,一个叫做善喉的人将他掌握的信息,告诉给了两位记者。 随后的是,大家都知道了尼克松被迫辞职,美国的体制智商,那么凭借一己之力,把总统统下台的善喉究竟是谁呢? 2005年,有一个年过90的老人站了出来,说自己的就是善喉。 这个人叫做马克费尔特,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,情报官员加媒体记者。 就是这个熟悉的配方,电影《尼克松》里面那个女学生和总统的一段对话。 一名女学生就问尼克松吃吃不从,愿来撤军,是否因为这个体制不允许? 尼克松回答,你说出了我搞了几十年政治财务出来的道理。 总统想撤军,但是国会的军火商不想撤,总统想提高福利。 但是国会的富人不愿意满单,美国是个生意人呆活现成的国家,不同的利益集团,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。 这就也美国的体制问题,媒体的围攻和前情报官员的联名反对,说明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,已经到了不用应招都不行的地步了。 请报官员加媒体,搞共和大总统,特朗普的好日子恐怕是要到头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